记者林博亭台北报道乐天女孩蓝蓝以及琳达 习金士顿活动 途经士顿提供乐天女孩蓝蓝以 琳达于23日出席金士顿的星剑35号巡回体验车街 典礼 以星剑娇娃伴向俏丽登场 吸引无数玩家 相胜举 蓝蓝爆料近期因为节目的关系 与目前英雄联盟电竞教练的前男友重新联系上 除了新彼此外也解开了当年的误会 金士顿的星剑35巡回体验车于23日正式对外公开 并宣布将以台作为首站 在各大商圈和校园展开巡回 而现场只展现了多款旗下新品 也邀请到了二位当红的天女孩蓝蓝以及琳达丽林现场应援 蓝蓝左报 自己约十年前交往的前男友现在是英雄联盟的 竞教练 途经士顿提供席间 蓝蓝透露自己私底 喜欢玩电动 加码爆料约十年前交往的前男友 现是英雄联盟的电竞教练 近期两人重新搭上线 男方除了恭喜他在演艺圈发展的相当不错 也开了当年的误会 蓝蓝表示因为前男友玩游戏厉害 所以有很多人会想找他一起玩 想要他carry 而是当时误会他的交往婆 至于两人的关系目前和 蓝蓝笑笑地说 大家都是好朋友 琳达则是因 副业非常忙碌 坦言没有时间认识新朋友 目标能帮因为膝盖而困扰的妈妈买电梯新房